发明残忍菜的果报 在一个小乡村郊外,有一条河 每逢春雷雨季,是生鱼产卵季节 十几天后,长成筷子般粗细的鱼苗 村民阿邦喜欢用纹帐布制成的小鱼网,捕捉小鱼苗 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 用水桶装着,鱼儿每只活蹦乱跳的,活力十足,保证新鲜 哎呀,怎么抓了这么多小鱼啊 这肯定又是阿邦抓的,也就他喜欢抓这么小的鱼 阿邦,你抓这么多小鱼干什么 当然是抓来吃啊 阿邦,这么小的鱼有什么好吃的呢 是啊,这些鱼有的还没筷子粗呢,这要如何吃啊 哈哈,你们不知道吧,这么小的鱼吃起来才美味呢 更何况我还有煮鱼的绝招呢 阿邦,我早听说你会做一种特别好吃的菜,不会就是用这种小鱼做的吧 你说的没错,我的拿手菜正是用这些小鱼做的 阿邦,你把那道菜的做法教给我们吧,我们也抓点小鱼回家做来吃啊 是啊,阿邦,你教教我们那道菜怎么做吧 我想,就算和你们说了这道菜的做法,你们俩也不会去做这道菜的,所以还是不要说得好 阿邦,难道这道菜的做法很难吗 阿邦,你就和我们说一下嘛 就算难做的话,我们多练习几次,应该就能学会的 其实啊,这道菜的做法非常简单,你们实在想学,那我就告诉你们好了 我们当然想学了,阿邦,你快告诉我们吧 是啊,阿邦,快点告诉我们吧 哎,烹煮这种鱼的时候,要先把芹菜一节一节切成空管 然后将切好的芹菜和小鱼一起倒入加冷水的锅里 用温火慢慢煮,锅里的水由冷出渐变热 一开始小鱼悠然游动,当水温渐渐升高 小鱼便本能地快速游着 它们遇到芹菜馆后,便会立刻钻进去避热 所以这道菜做好后,每一节芹菜里会有一些小鱼 芹菜和小鱼搭配一起吃,那口感可是非常好的 啊,阿邦,这道菜的做法也实在太残忍了吧 竟然活活地将这些小鱼慢慢煮死 哎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我就没有食欲了 是啊,真是太残忍了 这种菜,我可不敢去做 我就说过嘛,就算我告诉你们这道菜的做法,你们也不会做的 哥哥,你怎么又在这里抓鱼啊 抓鱼又怎么了 妈妈不是不让你再抓鱼,做那道残忍的菜了吗 你怎么一直不听啊 妈妈那是老糊涂,我不过就抓几条鱼吃罢了 她非要跟我说什么因果报应 吃几条鱼就会倒霉 这种事情,我可不信 哥,妈妈最近身体一直不好 你不要再惹她生气了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你们可真是太烦了 哎,她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呀 阿妩,你哥做鱼的方式的确是太残忍了 她怎么能忍心下得了手啊 是啊,阿妩 我们是应该劝她,别再这样做了 劝又有什么用啊 我哥他为人诚实 生活正派 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唯一喜欢的就是烹饪 这道自己创新的美食 他恨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品尝到他发明的这道菜 也正因此 他才会每天来抓这些筷子粗细的小鱼 我母亲学佛多年 他不止一次地劝说我哥 可是我哥却根本听不进去 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每天替我哥在家里佛忏悔 哎,阿邦真是执迷不悟 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他改变啊 要想让阿邦放弃这个嗜好实在太难了 母亲的训导他完全听不进去 依旧每年在春雷雨季到河里捕抓小鱼 这一年他的母亲染上重病 母亲在弥留之际将阿邦叫到了自己身边 阿邦 你还这样做的话 那果报很快便会降临到你身上 等到那时候一切就都完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替你赎罪忏悔 所以抵消了你身上的一些罪业 我走以后没人会替你抵消罪业了 你不要再抓鱼了 答应妈妈 不要再抓鱼了 好的 妈妈 我答应你 母亲临终前 最大的愿望就是 让阿邦从此不再残忍杀生 但是母亲离开后的几个月 又到了河里鱼儿产乱生长的季节 阿邦还是没忍住 他又来到了河里捕捉那些筷子粗细的小鱼 真多啊 哥 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抓鱼了 难道你忘了你答应妈妈的话了吗 我那不过是哄妈妈开心罢了 怎么能当真呢 哥 难道你真的要等到 报应降临到你头上 你才会停手吗 我可是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果报的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像小鱼都被抓光了似的 难道就没有小鱼了吗 可能是眼见一群儿女被抓走 这两条鱼父母悲痛至极 而用刺杀来进行抗议 真是没想到 今天竟然能白白抓到了两条大鱼 哎呀 这两条大鱼正好拿回家 煮来吃 哎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 我刚刚抓到了两条大鱼 阿邦 你不会要将这些鱼带回家吃掉吧 当然要吃掉了 否则我捕鱼做什么呀 你看这些鱼好可怜啊 这两条大鱼应该是这些小鱼的父母 你看它们在一起多好啊 何必要将它们一起杀掉啊 难道你没听过那句话吗 千百年来晚中更 鱼身四海恨南平 与之世上刀兵节 但听徒门夜半生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哎 我要回家了 阿邦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父母 儿女 亲友离去了 我们会多么伤心 而这些动物也有父母 儿女 亲友 他们也是会为亲友的离去 而伤心的 啊 你不会也相信什么果报吧 真是荒唐 现在怎么那么多人相信这种事情 哼 当天晚上 阿邦便将抓到的这些小鱼和芹菜 一起丢进了锅里 而那两条大鱼则被熬成了鱼汤 阿邦用这些菜下酒 很快便喝得有些醉 浑浑沉沉地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我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热啊 不好 吃火了 吃火了 这下该怎么办 要是再不逃出去的话 就会被活活伤死的 怎么办 救命啊 救命啊 哥 等我一下 不用担心 我进去救你 阿妩 火石太猛了 你不能进去 我哥哥 我哥哥他还在里面呢 糟糕 火石越来越大 要怎么办 水缸 真是上天救我啊 我躲进水缸里 大火 不就烧不到我了吗 好险 要是把这个缸砸碎了 我可真的 没地方躲了 火石越来越大 在火场的大缸里的水温 也越来越高 它就像是一口大锅一样 烹煮着躲在里面的阿邦 救命啊 救命啊 好热啊 大火一直烧了很久 才渐渐洗面 阿妩和村民在废墟中 发现了死在水缸里的阿邦后 大惊十四 天啊 阿邦怎么会死在这口大缸里啊 是啊 它不会是被大火火火煮死的吧 报应 这真是报应啊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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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